OBD-2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突伦轴位置传感器A电路范围、性能组2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这意味着它涵盖了1996年级以后的所有品牌、型号。 有趣的是,该代码可能更常见于Toyota、Lexus、Hunday、RDVW、Volkswagen、Chevrolet、Sion和Ford车辆,但任何制造车辆均会受到影响。 具体的故障排除步骤会因车辆而异。 该P0346代码基本上意味着,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检测到气缸组2的突轮轴信号A有问题。 气缸组两指的是发动机中不包含Number1气缸的气缸组。 曲轴和突轮轴位置传感器的描述和相关性在当今的车辆中,了解这些传感器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非常重要。 所有无分配器点火车都使用曲柄和突轮传感器来代替电子分配器中的模块和触发轮。 曲轴位置传感器 CPS向发动机控制模块发送信号,指示活塞相对于上指点的位置,以准备注入燃料和点火火花塞。 CMP发出突轮轴进气突轮相对于CPS信号的位置以及进气门打开的信号,以便在每个气缸上进行燃油喷射。 传感器的描述和位置曲柄和突轮传感器提供开核观信号。 两者都具有霍尔效应或磁性功能。 霍尔效应传感器使用电磁传感器和磁组器。 磁组器的形状像小杯子,其侧面切出正方形,使其类似于纠察栅栏。 当传感器静止且安装在磁组器附近时,磁组器旋转。 每次主子经过传感器前面都会产生信号,当主子通过时,信号会关闭。 磁性识音器使用固定传感器和固定在旋转部件上的磁铁。 每次磁铁经过传感器的前面都会产生信号。 位置霍尔效应曲柄传感器位于发动机前部的斜拨平衡器上。 电磁石音器可以在发动机钢体的侧面,在该侧面使用曲轴的中心发出信号,也可以在中罩中,在此使用飞轮作为触发器。 突轮轴传感器安装在突轮轴的前部或后部。 P0346特别指的是气缸组2,它是不包含气缸No.1的气缸组。 症状汽车可能会使用此代码及运行,因为它通常是断断续续的,并且因为PCM即使出现突轮传感器信号问题,也经常可以在LIMRU,LIMRU模式下操作车辆。 除以下以外,可能没有其他明显的症状,故障指示灯,没有,点亮,又是检查发动机灯,动力不足可能没有启动条件。 施速原因代码P0346可能表示已发生以下一项或多项,突轮轴位置传感器故障,CMP。 突轮传感器的接线不良接线中的电气短路或断路情况电池电量低,坏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搜索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车辆制造商可能会提供PCM闪存,重新编程来解决此问题。 在您发现自己走了很长,错误的道路之前,请务必对此进行检查。 临时而言,我们知道一个服务公告,其中的解决方法是重新校准PCM。 该公告号是EG01005。 突轮轴位置传感器CMP的视力照片,通常,更换传感器可以固定此代码,但不一定。 因此,检查以下内容很重要,检查电池的状况。 电池电量不足会导致设置密码。 目视检查传感器接线是否有任何燃烧痕迹,变色只是融化或擦伤。 同时寻找腐蚀或弯曲的销钉。 目视检查突轮传感器是否损坏目视检查通过突轮传感器端口的磁组轮。 如果可能,是否缺少齿或任何损坏。 如果从发动机外部看不到磁组器,则只能通过拆下突轮轴或进气气管。 取决于发动机设计,更换突轮轴位置传感器相关的突轮轴故障代码。 P0340、P0341、P0342、P0343、P0345、P0347、P0348、P0349、P0365、P0366、P0367、P0368、P0369、P0390、P0391、P0392、P0393、P0394。 感谢观看